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回來木翠頻道 今天來個Femobook番外篇 舔感大對決 是這樣子的 我上一部影片開箱了Femobook A68之後 我發現A68它在風味的表現上 尤其舔感這一塊表現真的非常的可以 那也算是我個人好奇心的關係 我今天打算拿Ares來比較一下這兩台磨豆機 哪一台的舔感更高 那關於這兩台的詳細介紹 各位朋友如果有興趣 可以回顧我之前的影片 那影片中應該都講的還蠻詳細的 這部影片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那簡單來說 我從以前到現在我就很喜歡Ares的舔感 那自從A68出現之後 我覺得A68它在舔感的表現也是相當可以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對決一下 這兩台的舔感哪一台更高 那按照慣例呢 我們先來校正到同一個手沖利劑 在這裡用水 直接切開 過程中一個 調味道 想要當劑 再崩潰 盡力 去 進入 往ир 到 永 我覺得這兩台的風味表現都有點強 那我先簡單描述一下A68給我的感受好了 那如果是依這兩台的相比之下 A68它在私香的部分 我覺得它明顯是比ALS還要再強的 但是它在甜感跟尾韻的部分 反而就會變得比較平順一點 就感覺香氣有 然後甜感有 尾韻有 但是就變得平順了 這個是A68的部分 所以在A68的風味強度 我會在前中後段我會給它各2 風味強度各2 那在ALS的部分 它明顯私香的部分就比A68還要弱 但是它在甜感跟尾韻的部分 它給我的感受是一直出來一直出來一直出來 的那一種感受度 就是感覺還有還有還有 所以如果是ALS的前中後段 我反而在前段 酸槍的部分ALS是風味強度1 但是在甜感跟尾韻的部分 我覺得它是有3分的風味強度 是很強的那一種 那ALS它是可以調轉速的 所以我用的測試是手沖的90轉 這個測試來去做比較的 那這兩台的風味就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E4部分呢 我自認為在萃取的穩定性是比較差的 所以風味部分可能比較沒有那麼精準 但是我還是以我喝到的感受跟大家分享 或許有錯 參考就好啦 那兩台相比之下 A68的異式表現 前中後段都很平衡 那既喝得到香氣 甜感尾韻也都表現得還蠻順口的 是一杯很平衡的濃縮咖啡 那ALS則更強調了甜感跟醇厚度 香氣部分還是一樣 就是比A68好像弱一點 這個就是 呃 異式部分 簡單跟各位描述一下 所以我來打開 開始吧 加水 加入水 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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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兩台相比之下呢 我覺得這兩台磨豆機啊 表現的風味都非常厲害 各有特色好不好 但是就依填桿這部分來看的話呢 我就ARIS他在填桿的表現 還是比A68好再強一點點的 好了 那麼今天就是 菲莫不可翻外篇填桿大對決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題材 那麼這也是MOTRIX頻道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啊 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